好,我们有提到整体的禅修 包括了静中修,动中修 静中修就是我们以打坐的姿势来调和身心 完整的坐中修 包括入静,直静,初静 三十,调三四,调深,调喜,调心 那动中修的范围就很广 我们在学方法的时候 为了帮助我们初学的同学 至少动中修,懂得用功 我们就设计了运动,拜佛,精醒 这些方法 让大家借这些方法来训练我们的心 来调和身心 但是如果回到日常生活 它就不是单单这些固定的形式 我们才动中修了 它的这个层面就很广了 没有固定的形式 也包括在这个动中修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在任何的一个状态底下 时时处处啊 我们都要调和身心 所以我们就有提到说 在忙碌的生活中 要忙中不乱 忙中有序 我们也提到说 要提起专注 绝障 在我们的生活中 做事情的时候 还有我们的一些动作 我们就要提起专注绝招 我们也提到说 要把事情做好 不是只是为了急急忙忙 把事情做不完 但是呢 却没有用心把它做好 如果是我们把禅胸 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这个动态方面的这个修行呢 它应该就是要注意到 把事情做好 不是只是急着把事情做完 但是其实做得乱七八糟之类的 那今天呢 我们还要再继续的谈到 这个动中修 因为我们相当多的时间 都是在动态的 或者在日常生活 不是在打坐的 这个知识底下 所以我们要有方法 有方法的话呢 那我们的功夫就能够带到 到日常生活中 时时刻刻都在用功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要谈的就是 提起正念正知 正念正知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多提起正念正知 正念 我们看那个念那个字啊 很有意思 它上面是一个今天的七经 下面呢是一个新 今天的新 不是昨天的 不是明天的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以我们没有训练的心 如果我们呢 勉强稍微比较集中一点 收拾一点 可能我们活在现前的因缘 可是现在我们就要慢慢通过方法 去训练 本来很善的 可能就是活在过去 活在未来 稍微有方法 活到现前的因缘 然后慢慢再训练到 它能够活在当下 今天的心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把心带回到当下 清楚当下自己在做什么 专心的把自己这个当下 要做的事情呢 清楚的把它做好 如果我们学习方法的话 我们在做中修我们的正念 就是呢 回到方法上 我们有在方法上用功就叫正念 离开的方法就叫妄念 所以在生活中 这个比较广的动动修呢 我们也可以呢 用注意在我们的动作上 如果我们能注意在我们的动作上呢 那个就是提起正念 因为在动态的修行呢 如果偏重修止 它就是注意动作 清楚专注在自己的这个动作上 走路 清楚自己在走路 专心的在走路 讲话 专心的在讲话 清楚自己在讲什么内容 还有呢 我们可能有时候 比如说切菜 我们专心在切菜 很清楚自己在切菜 就所有生活中的一些动作 我们都可以提起专注 绝招 然后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很专心的在做哪个动作 这个呢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动态中提起这个正念 让自己呢 专心在当下 所做的事情 或者专心在当下 自己的这个动作上 那这个正念呢 也可以包括说 我们实时提起跟正法相应的念头 比如说我们知道正法讲的是 一远生一远灭 一远灭 一远生一远灭 一远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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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远灭的这个法则 无常无我 空无自信 我们从一些课程里面 了解到说 这些是什么道理 那么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 常常把它提起来思维意念 那也是让我们的心提起这个正念 那正知呢 正知是什么呢 正知是清楚的知道 生活中 我们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应该做 还是不应该做 适合做 还是不适合做 还有呢 做出来的效果如何 这个是正知 就是保持在一种清楚的知道 其实呢 它就是跟绝照有关 打坐的时候 我们说 我们专注呼吸 然后我们要清楚知道 我们专注在呼吸 我们专注在念佛 佛号 我们清楚知道 我真的有在念佛号 做中心 因为我们也是在训练 专注绝照 那生活中也是这样 提起正念 很专心的 在当下的那个行为 或者是动作上 那也要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个清楚知道就是正知 那这个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除了说在动作上 或者我们的身口 身体的行为 我们的语言方面 还有我们的齐心动念 我们清楚知道到底我们 做了什么行为 我们当下那个行为是 怎么样子的 或者我们讲了什么话 还有我们动了什么念头 清楚的知道 那不只是清楚的知道 还要知道应该不应该做 那这个应该不应该做呢 就是说如果它是善法 对身心的一种提升进化有帮助的 或者我们做了对别人是有益的 能够给别人带来利乐的 当然这些是应该做的 因为它是善法 然后它也是有道德的 我们应该要去做 所以内心里面的对于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什么有道德 什么没有道德 就要有基本的这个分辨的能力 这样子我们在出对境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说去提起这个政治来 知道说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我们的心就有那个准神去做抉择 这件事情这个行为 或者这样的一句话 是应该做的 应该说的 应该说的 因为它对人不一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位朋友 失去了家人 他很伤心 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去安慰他 给他一点鼓励 或者是能陪伴他 那这个是应该做的 那如果说这个事情做出来 反而是给别人带来不安 带来一些恐惧害怕 我们知道这个做出去 它会带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当然就知道这个不应该做 因为他是恶的 所以有一个衡量的准神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什么是有道的 什么是没有道德 为什么要 为什么这样的应该做 他是带来力量的 那这个为什么不要做 因为呢 带来伤害的 那有这样一个分辨能力 那在我们出对镜的时候 提起这个阵姿来审查一下 出对这样的一个镜 我应该做什么反应 什么反应才是善的 力量大家的 什么是恶的 什么可能带来伤害的 所以政治呢 他就包括这个部分 然后下来呢 是到底呢 这个行为啊 是适合做 还是不适合做 刚才那个应该还是不应该 还是善的应该要去做咯 就是恶的不应该做 现在这个呢 是可能就算的 也当然可能也是恶的 不过 在这样子的一个 时空因缘下 嗯 适当吗 适合做吗 这个也是属于政治的部分 像大家在打坐 突然起来唱歌 当然不适合咯 虽然唱歌 会唱得很好听 可能心里也想说 我唱歌 我是想要娱乐大众 给大家开心一下 或者也想 可能这样大家比较放松 但是不适合咧 大家要静静打坐 突然间一个起来唱歌 我们想象一下哦 如果在禅堂里面 大家都静静在打坐 很专心在用光 突然间一个起来唱歌 一定很怪的嘛 那也不适合咯 因为大家要收拾身心 要回到方法嘛 那我们唱歌 虽然我们的用力 可能对我们说 我的歌声很好听 或者我唱的 可能大家比较放松 或者我唱的 大家可能 也可以以乐以乐一下大众 不是不对的 那个时候 我们说 不对状态 人家是要收拾身心用功 那有的就说 哇很好听哦 他整个心就被拉去了 他忘记了他的方法了 吼掉了哦 失去了正面 反而跑去了妄念 跑去了攀岩 这些外面的深层 所以不适合 虽然是内心想法是善的 或者是说 用意也没有说是恶的 可是不适合咧 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 还有啊 有的人学了一堆的这个佛法 独藏啊 放下啊 什么 然后 有人哦 家里有人去世 人家在很伤心的时候 他就去 就把一堆的这个佛法 全部搬出来 无常啊 放下 你学佛这么久了 你还放不下 如果是我 我就放下 讲文艺 试试看 轮到自己的时候 未必 就能够做到 所以这个也要看适合不适合哦 虽然我们知道 无常 佛我 放下 对啊 这些道理是对的没有错 但是有时候在那个场合 在那种情景 还有对这个朋友 我们有了解吗 他 能做到这里 这个 这个地步了没有 我们就要适当的处理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告诉他 慢慢的陪伴 分析 告诉他说 哎 都这样的一个事情都发生了 我们去 我们学习去面对 学习去接受 然后我们一起来祝福他 等到下一期生命去 他有更好的音乐 学佛 我们可以这样来鼓励他 但是我们不是那种 哇 把一堆道理办出来 然后就要马上人家 哇 放下 讲到自己好像很厉害 这样 其实人到自己的时候 什么都放不下 所以 道理本身没有问题 适当 善巧的 去 这个 安慰对方 鼓励对方也是要他学习 接受 跟放下 可是 如果我们的仪器啊 我们的一些行为举止啊 弄到反而人家更难过的话 那 那就不适合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有政治 呃 智慧 去判断 在这样的情况 应该怎么样的处理 这样的反应 是比较强当 然后呢 那政治呢 他还包括说 咦 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或者是说 咦 我们 出道境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反应啊 那么 除了说 应不应该做啊 适合不适合 还有 我们做 出来的 效果如何 也是要省察一下 自我做一些检讨 自我做一些反省 因为我刚才在这样的一个 场合 我说了这样的话 是适当的 不过 效果如何啊 我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做了这件事情 做出来 我做的怎么样啊 有没有尽力 有没有用心啊 有没有把事情做好啊 我们就做一些检讨 因为透过这样子呢 我们就会训练自己呢 常常会再看回自己所做的一切 如果觉得说还有一些还可以改善 我们就会去改善它 然后就会看到 哎 我们可以越做越好 那如果我们很草率的时候 随便便过了就算了 然后心也散散的哦 这样当然 也不大致到自己当地做的怎么样 也不知道可以在什么情况底下再去 进步 然后再去改善 这样子就会有时候久了 也变成一种很坚固的习气 大概呢 就是事情来匆匆忙忙 很烦躁 或者是很急的 哎呀快快 弄好 交上去也算了 做完 然后就 就整个又不知道 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整个状态都是很很很造 很烦 然后很散 整个身心处处的 所以呢 来来去去大概一直这样 一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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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改进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提起政治 去审查一下 这一次我做的怎么样 有哪里要改善吗 当然有时候也发现自己做的不错 也给自己一些鼓励 然后自己再从中 再进步 再做的更好 那有时候也会发现一些 咦还有不足之处 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改善 所以呢 这个动中修 动中修的部分 它很广 早也没有固定的一个形式 所以呢 我们就要 从那些基本的 简单的 开始去训练 开始去做 简单的动作里面 去提起专注 去找 简单的一些事情 开始训练自己忙中不乱 忙中有趣 然后慢慢到 比较内在去提起这个正念正知 在任何场合 任何情况 包括我们的声口意的这些行为 反应等等 提起这个正念正知 这个就比较细了 它比较到注意我们的内心 还有注意我们做出来的一个行为怎么样 这个部分 它也会灵贯到跟慈戒有关 所以呢 这些修行起来呢 它就是一体的 它不是一个一个分开的 如果我们禅修功夫用得好 然后在动中修也能够修得好 它当然也帮助到慈戒 慈戒 慈得更清静 慈戒 慈得更清静 它也会来 帮助到我们的禅修 可以功夫用得更好 甚至是在定会的修学上去提升 所以我们在禅修用功过程 要这样子整体来看 整体来了解 这样我们的用功 就会发现到 它越来越能够将我们的生命 发挥更大更深远的这个作用 尤其是在提升我们的这个 平革修养方面 好 今晚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 祝大家一起充满心心自在